作詞 作曲 李宗盛 農映台也有說過文化是來自逗留的 很想學生有一個逗留的感覺 如果一個人的步伐和其他人不一視 是因為他聽到不一樣的鼓聲 我們相信人應該要跟隨自己內心的聲音而走 是有自己的步伐的 我就把阿迪和慈磚拉在一起 我們就組成了我們三 在聊天的時候發現大家都有理想 也希望在學生裏面做一些特別的事 教育不單是一條路 但是它是令到所有人都走上同一條路 就是應事之路 剛好知道陳校長就搞小賭營 我就去參加 一參加就不能自拔了 我們幾個都很喜歡看書 有時候學生看書是為了成績 可能為了中文好一點 但是我們覺得文學可以是給我們心靈的一個揭釋 其實我們是很想營造一個自主閱讀的空間 就是有不同的書放在這裡 那你自己隨心而去選擇 希望可以找到他們當刻想讀的書 未必是所謂很有實用價值 但是就是那一刻引起他閱讀的興趣 是我們想看到的一件事 在停留的時候他們會思索更多 以及思考都會沉澱下來 未必可以立即在四天三夜裏 令到他轉化成文字 或者一些很精彩的作品 不過就是他帶著這個感受回去 我們相信有一天 這些感受會浮出來 他要用的時候就會用到 不再是跟身邊的人對話 而是跟自己對話 我們發現原來在這個營會裏 學生都慢慢找回自己 美麗的結合作品 美麗的聲音 和平滅的聲音 和平滅便用